轻功水上飘 飞檐走壁 你是否也梦想过自己和江湖大侠一样武功高超 还会轻功 更别说轻功还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真实存在的武功绝学 那为什么轻功在古代那么厉害还有人学 而到现在就失传了 这是因为练轻功需要的要求很难 但这个要求现代人几乎都做不到 电视剧里的轻功 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中写了很多种武功 描写神乎其微 只要学会其中一种就能成为盖世英雄 尤其是这些武功被拍成电视剧后 那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心生向往 毕竟谁的小时候没有一个大侠梦 当段玉用灵波微步出场时 那真的是闪瞎了观众的双眼 原来走路还可以这样 而且除了段玉这种灵波微步式的轻功外 还有在水上飞的轻功 在树上飞的 在街上飞檐走壁的 或者直接在空中飞的 总之轻功就是究竟一个字 飞 但影视作品和小说中的轻功 是重新定义后的轻功 和传统轻功并不一样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 才让更多的人知道轻功 那些看了电视剧的观众都很羡慕 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和大侠们一样拥有轻功 然后也去江湖闯荡一番 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 慢慢的就有人发现轻功的不对劲 电视剧里的轻功是可以直接飞的 但是人真的能飞吗 人要是能飞还用得着制作飞机吗 想去哪飞过去就好了 干嘛还要花钱坐飞机 那是因为人不会飞 电视剧是把轻功美化了 电视剧里的轻功并不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轻功 那传统武术中的轻功又是什么样的 真实的轻功 最早记载轻功的是二十四史之一的碑士 里面记载了僧人练习轻轻功的过程以及效果 过程很难 效果就是身轻如燕 当然轻功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有反重力的表现 也就是说轻功不会让人飞起来 它只能让人跑的速度很快 现在很出名的武当轻功就是真实存在的 2003年 陈诗行道长带着一身绝学 下山传授武当武功 在上海和武汉进行了武术表演 其中就有轻功 陈诗行道长轻轻一跃就跳到了高台上 面对高耸的墙壁 陈诗行道长也是脚蹬了两下就站在了墙上 这些电视剧里才能出现的武功绝学 实实在在的在生活中出现了 陈诗行道长就是武当的传人 从小就在武当学习武功 他的轻功和电视剧中的还是有区别 真实的轻功是需要承受物的 人的脚是要助力的 而且不能飞 说白了就是弹跳力非常好 但尽管这样也是需要付出汗水与时间的 因为练武术是最考验人的一项学问 练习轻功还要看年龄 体质 毅力 年纪小的骨骼没有发育完就比较有塑造性 体质是抵抗力强一点的 因为练功不分季节和天气 抵抗力不好的可能会忽冷忽热无法承受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毅力 练功非常的枯燥无味 没有毅力和恒心是根本无法坚持的 当这三样都具备后才能开始进行练习 单铁内功 扎马步 顶功 铁锡杯等等都是需要每天反复练习的 其中的顶功是站直 然后用脚的前脚掌向上蹦 膝盖不可以弯曲 铁锡杯则是往身上加重 带着重物一起练习 等到什么时候觉得不重了 甚至还可以再加重的时候就说明火候到了 这时候再把重物去掉就会有身轻如燕的感觉 但是说的容易 可真要去做是非常难的 为什么现在练武术的人不多了 是因为练武真的太苦了 一般家长舍不得孩子吃这样的苦 再说电视剧里的轻功水上飘 其实真实的武功里也有轻功水上飘 只不过在水上飘的时间和距离很短 做不到像电视剧里那样可以从合的这头直接飘到那头 练过轻功后身体的下盘就很稳 而且再稳的同时还会觉得很轻 快速的在水上走一会是可以做到的 并且走的时候还利用了水的福利 所以轻功水上飘是真的存在 但就是坚持不了长时间 再看飞檐走壁 其实飞檐走壁就和现在的裤袍很像 都是需要借助外力的 如果是空荡荡的一条巷子 反而还无法飞檐走壁 要是有距离和物品在 那么人可以通过助力用技巧很快的跑过这一条巷子 这在不懂技巧的人眼里就是非常厉害的轻功 关于轻功还有一点要说 就是轻功的出现也是古人逃跑的技能提高 在古代学武术的人很多 学成之后的人走标的也很多 那就会有很多仇家 遇到人多怎么办 那肯定是跑啊 打不过就跑 跑就讲究技巧和方式 会跑的人自然跑的就很快 慢慢的这一种技能就成为了专门的武术 也就是后来的轻功 这就是真实的轻功 是不是和电视剧里面的根本不一样 电视剧里把轻功的能力放大化了 这也是为了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 结语 轻功作为我国的传统武功是值得发扬和传承的 但是练功的过程非常苦 非常人能忍受的 因为有很多人既向往轻功又不想吃苦 不过好在还有一群人在努力的发扬和传承轻功 并且他们也在努力的把真实的轻功带到大家眼前 希望大家能了解轻功究竟是什么